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空曠的外灘大街 延安高架暢通無阻 還有隨處可見的路障 一送而空的貨架 熟悉的畫面由香港的街道 轉移到中國在外的另一個金融中心 上海 就在3月26日 官員還很有信心說 作為全國金融中心的上海 不會採取類似其他地區 那樣更嚴格的防疫措施 但隔了一天 近一半的上海居民被告知 將於次日凌晨5點開始 實施兩階段的封控措施 令他們措施不及 原本封城的第一階段 只是涵蓋主要金融中心 所在的黃布江以東地區 許多白嶺已經收拾好行裝 要搬入辦公室 當中一些銀行家 開始要躺在他們的辦公室裡 而為了保持證券交易所的運轉 據說員工被要求 躺在交易所的地板上 本來按計劃 到4月1日 本應在浦東就解除封鎖 搞為第二階段 在西區進行社區實施 但上海的病例持續激增 這令到遺風變成無料期 商業和日常生活 將在未來幾天恢復正常的想法 成為了奢望 國家衛健委到上星期三 終於承認上海十幾個區 發現了近6,000個本土新增 訂例 比之前一天增加了三分之一 由於感染人數 到大約每兩三天就會回一倍 所以要將封鴻措施升級 有經濟學家預測 受疫情和相關限制措施影響地區 自小占中國經濟產出近三成 嚴格的防疫政策 可能會導致今年上半年 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下降一個百分點 今年的GDP增長可能會在4-4.5%左右 低於政府5.5%目標 但對中國真正的挑戰是全球供應鏈格局 目前已經進入重構 可能會導致未來幾十年就業 和製造業的大遷移 帶動數千億美元的經濟活動 很多公司 尤其是科技公司 開始質疑過去50年來 全球化過程中的一些正統觀念 包括生產環節 對最低成本不計距離的追求 以及庫存環節 從不預留多餘庫存或零部件 在供應鏈受到干擾的同時 各國政府亦都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 更加注重保障關鍵產品的供應 在中國 這種轉向自給自速的舉措 被國家主席習近平稱為雙循環 而在美國 商務部出台一系列的立法 也頒布了很多行政命令和規定 以加強國內的供應鏈 這些舉措包括規模520億美元的 美國晶片法案 目的是將微晶片生產帶回美國 作為全球最大的基金管理集團 背來特主席兼行政總裁 芬克言用 這場戰爭令到全球化受中淨寢 芬克指出 在全球化的今時今日 各地的經濟環節緊構 天一發動全新 不可能引起年所效應 這場仗造成的衝擊 尚未完全浮現 更重要是 芬克認為俄斯上個月24日 入侵烏克蘭的一刻 已經象徵著全球化時代的終結 轉入為反全球化時代 他預言從資本生產線到市場 都會出現更多的脫勾情況 各地經濟環環解構 今後的遊戲規則 肯定從之前幾十年大為不同 事實上全球化近半世紀帶來的改變 不會一下子逆轉 跨國貿易已經遠比50年前活躍 但全球政經格局正在重寫 斷言全球化已死或者是會流於誇張 不過反全球化無可否認 正是逐步短短全球 帶來的後遺症將包括物價飛漲、企業營利下降 這趨勢不論作為投資者或者政策制定人 都必須要加以重視 今集到此為止,下星期再會!